第二天清晨 猎犬之家旅店 或许是觉得自己找到了同病相连的人 哈瑞克心态平和多了 早餐的时候 他收拾完手头活计 坐到夏波莱身边时 已经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了 先说好 你们俩如果没地方住 可以一直住我这 但是克朗 只够三个月的日常所需 三个月后 你们就得自己谋生路了 夏波莱扯了一大块卖饼 大口嚼着 含糊的声音从麦炳壶里钻出来 放心吧 很快我就会得到夫人召见 到时候 双引号 他的话越来越小声 直到最后 彻底没声了 因为哈瑞克和罗森看他的目光中 都带着一股嘲讽的笑意 好像是在说边使劲边 你看谁还会信你 众因号 大叔 我已经全知道了 夏波莱那张掌满落腮胡的胖脸 很罕见地透出一丝红韵 脑袋也低垂下去 不敢和罗森对视 顿了顿 罗森又道 大叔 我记得当初咱们还捡了块蜜银 应该能应急吧 却没想 夏波莱脸更红了 脑袋几乎要垂裤裆里去 一双手胡乱捏着麦饼 将饼子捏成了团 一见他这如犯错孩子般的模样 罗森在叹口气 讨姑娘欢心时 有注意抹去密银上的印记吗 夏波莱连连点头 有的有的 我把那玩意砍成碎片 再重新捏成了团 保准谁也看不出原本模样 既然这样 罗森就放心了 他坐直身体 拿汤勺敲了敲桌子 倾壳一声 我知道 我压根不可能和夫人学法术 但我还是相信 大叔你是个信守承诺的好人 这话是真心的 虽然有恶习 但夏波莱本质很不错 是一个有瑕疵的君子 可以交心 但托付重任时 必须非常谨慎 夏波莱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连连点头 对对对 我的确是个好人 虽然也干过一些坏事 但总体还是好的 银月宝是个大城市 在这里定居的正式法师数量不少 大叔 你肯定能为我找到一个靠谱的导师 对不对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虽然有点难度 但我保证 我一定能办到 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 罗森问 夏波莱不说话 低着头不敢看罗森 哈瑞克带他说出了答案 只是需要钱 很多很多钱 罗森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他这么追问 只是要让夏波莱亲口说出来 好让他心怀愧疚 他紧紧盯着夏波莱眼镜 认真说道 大叔 当初那两百克朗 是我们一起赚的 对吧 对 没错 不说一半 至少四分之一是我的功劳 对吧 其实要是没有你 咱们压根拿不到那笔钱 夏波莱很有良心 可你现在把我的钱也花光了呢 而且全都用在女人和酒身上了呢 夏波莱双手用力捂住脑袋 别说了别说了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去找数法导师 但钱也真的是个问题 没钱的话 没有正式法师愿意花时间教授学徒的 哈瑞克也点头 那些正式法师个个都非常精明 不 不是精明 压根就是见钱眼开 没钱怎么办 当然是想办法赚钱 罗森问 大概要多少呢 问基础启蒙的话 至少要300克朗 书本费100克朗起 然后还得分担导师家的各种杂活 罗森心里有数了 行吧 那咱们就继续卖话赚钱 说咱们 是因为必须依靠夏波莱的庇护 因为对方是高阶武士 更姓奥米西亚 若不然 他卖话就相当于小儿时今闹事 约等于自寻死路 而一听到卖话 夏波莱顿时眼睛大亮 他用力一拍手 对啊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你小子画的一首好画 还愁没钱 大叔 我能赚钱是我的本事 不是你耍赖皮的理由 对对对 你就放120个心 我这回指定给你找到导师 说着说着 夏波莱似乎想到了什么 突然用力一拍脑门 那双大眼睛里浮现出现一缕诡异的光 爱爱我保证 我铁定能给你找到导师 说不定还能省下一大笔钱力 罗森不明所以但本能感觉不大妙 哈瑞克一下猜到了他的想法 夏波莱你不会是打算找他吧 罗森连忙问他 他是谁 哈瑞克却已经开始连连摇头了 夏波莱这绝对是个馊主意 那女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他会把罗森给带坏的 夏波莱却不以为意 他胖手一挥 放心吧 如果换成其他人 那的确会被带坏 但罗森不是一般人 他脑子清醒得很 关于这一点 哈瑞克虽然认识罗森时间不长 但也有同感 但他依旧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我的人生已经被你给毁了 不希望看到罗森这小伙子 也没有光明的未来 夏波莱不理他 转头看罗森 如果有个天才中阶法师 当你的导师 并且可能不收你的学费 而且这个导师还极其美丽 极其风骚 甚至可能倒贴跟你上床找乐子 你愿意吗 说这些话时 夏波莱一脸油腻 大眼睛中闪烁着深深的痴迷 似乎在想象和那女法师 滚床单的画面 罗森听得一脑门黑线 大叔 我是找导师 不是找妓女 别急别急 你要不愿意上床 他当然不会逼你 就前面的条件 你愿意吗 罗森宁神问 那么 代价是什么呢 哈瑞克一听就笑起来 很好很好 现在我放心了 你这小子果然不好骗 正好来了客人 他便起身前去招待 有外人在 下波来也放低声音 代价嘛 就是这位导师性格异于常人 时常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 有时候 甚至会有点吓人 当然 只是吓人 但并没有真正的危险 比如呢 比如 他会花费一整天时间 反复摆弄几块透明玻璃 嘴里一直念叨世界并不是真实存在 只是一场梦幻 又说什么我思故我在 我在故事界在 还有什么一睁眼 世界就有了意义 一闭眼 世界归于黑暗 总之 虽然是数法天才 但他的脑子指定有大问题 听完了 罗森一直沉默 下波来问 怎么样 快给个话 那就他吧 就麻烦大叔了 中阶法师 而且有特立独行的思想 要么是天才 要么是疯子 如果肯传授法术的话 肯定能有大收获 下波来用力一拍手掌 那就这么定了 等我吃完就去找他去 他将手里麦饼丝巴丝巴 一口气全塞进嘴里 然后灌了一大口麦酒 用力嚼了几下后 就强烟下去 隔我这就去找他 哦 对了 忘了说件事 下波来看向罗森 目光中又出现一丝闪烁 先说好 我只能尽力去说服他 不代表一定成功 如果他同意了 或许不要学费 但作为学徒 供养导师 让导师有体面的生活 是你的基本义务 所以 咱们还是需要努力赚钱 罗森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那位法师也是穷光蛋 对吧 下波来尴尬挠头 嘿嘿嘿嘿 毕竟没人喜欢和疯子打交道不是 顿了下 又道 那女人也挺喜欢绘画的 她说画家是想象世界的造物主 你可以试着用你的话去讨她欢心 她这人 只要一高兴 就会把所有世俗禁忌都抛脑后去 罗森点头表示明白 我记住了 那行 我这就找她去 下波来将剩余的卖酒一口喝干 便匆匆离开了猎犬之家 谢谢大家